《路加福音》第21章 第34至35節 你們要謹慎 恐怕因貪食醉酒並今生的思慮 淚住你們的心 哪日子就如同網絡 忽然想到你們 因為那日子要這樣 臨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第36節 你們要事事 警醒 上上祈求 使你們能逃避這一切要來的事 得以暫立在人子的面前 沒錯 今天我們再以這兩節經文去理解的時候 我們讀第36節 第36節更加清楚 讓你知道主耶穌好像很笨 如果按照今時今日的記憶圖來說 主耶穌 既然你不知自己何時回來 為何你叫二千年前 沒有拖你回來之前的記憶圖 天天要做什麼 警醒緊守上上祈求 然後他們才能逃避一切將來的事 得以暫立在你面前 但是弟兄姊妹 如果我們暫時放下 我們的惰性和醜陋的話 我們就會在這一節裡面 看到一個很驚人的事實 而驚人到我相信會導致 很多自以為聰明的記憶圖 落地獄的事實 那個事實是什麼 那個事實沒錯 這段說話是主耶穌說的 但是同樣主耶穌也是在說真理 他沒有在說謊 而並且在說這些事實 那個事實是什麼 那個事實就是 原來歷代歷世以來的任何記憶圖 例如2000年前的記憶圖 他們未有機會見到煮飯 就死了 1000年前的記憶圖 未有機會見到煮飯 就死了 100年前的記憶圖 未有機會見到煮飯 就死了 但是這記憶圖分為兩批 一批就是什麼 一批在有生之年 有預備煮飯 一批在有生之年 是沒有預備煮飯的 這批包括主耶穌當時 聽著主耶穌去分享這段說話 就是一批人 好了 這二千年內 這兩批人 只有一批可以在主耶穌回來的時候 是暫立在主耶穌面前 另一批是不行的 因為主耶穌這樣說 主耶穌這段說話 不單止對我們說 對我們沒世人說 但我們假設他只對我們說 這不是只對我們說 這段說話 就是對歷代歷世以來 每一個預備 或者不預備煮回來的人說 你聽著他說什麼 他是對會的基督徒說的 第三十節 你們 當然這一段你們肯定就是 除了我們 包括當時這班聽的人 要時時警醒 上上祈求 使你們能逃避者一切要來的事 一切要來的事 你知不知道是什麼事 一切要來的事 就是神對全球的人的審判 這就是一切要來的事 對不對 這樣他們當時沒有遇到 但我想知道 就算當時他們沒有遇到 他們從死去復活之後 站在神的審判台前的時候 他們都會遇到 這段說話說 我們聽到歷代歷世以來 哪一個時代的基督徒 預備煮回來的時候 其實他們根本都不能夠 站在神的面前 這個是根本每一個活著的基督徒 你只要有一分氣息的話 你有生之年 你都要活著去預備煮回來 如果不是的話 這段經文不但應驗在你身上 所有已死的基督徒 他離世之後 主也沒有回來 那他們就預備錯了 不是的 他們根本就沒有預備錯 因為離世之後 主也沒有回來 那我就聰明了 我簡直是沒有預備過 但是那些人會跟著 遇到什麼呢 遇到就是將要離一切的事 就是神對死人活人 作出審判和談到他的憤怒 他說 閃你們 記住 這個你們除了我們 就包括他們 閃你們能逃避者一切要來的事 得以暫立在人子面前 即是說 我和你 在主回來的時候 我們不預備的話 我們不得以暫立在人子面前 是不是 但是他們呢 聽這段說話的人呢 如果你用一個正常邏輯去理解 聽這班說話的人 他們死之前 主耶穌都沒有回來 但如果他們有生之年 都不相信主耶穌這句說話 不作出這個預備 他們都不能夠得以暫立在人子面前呢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你明白就是 一個我在開始教會的時候 已經立定了心智 因為你用最簡單的方法去看聖經 其實你信主第一年已經知道 就是說 所有其實不預備主回來的人 其實你都不用旨意 上到天堂 因為這個的命令 是主耶穌說的 是我們所說的 整個基督教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說了 是主耶穌基督說 哪些人不預備主再來的話 你不得以可以站在他面前 這些人是包括你和我 也包括當時主耶穌基督 開始基督教的時代 當時的教會 《路加方》第21章 第34至35節 你們要謹慎 恐怕因貪食醉酒 並今生的思慮 累住你們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網羅 忽然臨到你們 因為那日子要這樣 臨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 你們要事事競盛 雙雙祈求 使你們能逃避者 一切要來的事 得以站立在人子的面前 云全因你活 云全因你活 今現出我一切 盼自首你說信念未為 神榮耀照應給我安慰 今自盼 全讓你盡發光輝 願我心發亮自燃燒 不撫毀 今心樂意為你 成天輕香的祭 盡我心揭曉 盡我心揭力 仰望持守 實踐真理 一生為你 盡發光輝 奉上一切